是的 变种病毒来袭 印度的疫情急剧恶化 每天的新病例以6位数增长 过去24小时境内就有将近26万人染疫 死亡病例也刷新记录达到1761人 形势非常严峻 疫情最严重的首都新德里 已经从19号临时开始封城一个星期 眼见印度的疫情失控 香港 巴基斯坦和英国相继发布禁令 解决印度的访客入境 印度的确诊和死亡病例直线上升 每6个接受新冠病毒筛检的人士当中 就有一人中招 首都新德里19号重启封城措施后 所有非必要行业大门深锁 政治和宗教集会也一律禁止 平日熄来攘往的街道一片冷冷清清 人流大大减少 为了控制疫情 警方严格执法 检查来往车辆 确保民众遵守防疫准则 随着首都的经济活动喊停 不少游子蜂拥回乡避瘟疫 面对变种病毒来势汹汹 香港 巴基斯坦和英国宣布 禁止来自印度的访客入境 原本打算在本月26号出访印度 停留三天的英国首相约翰森 决定取消这趟访问行程 并将印度列入英国旅游红色名单 旅游禁令将从4月23号凌晨4点生效 马兴市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